夫妻买下一栋神奇的房子,可以让他们的许愿成真,夫妻放飞自我,当场就要了个孩子。 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今天星星要为大家带来一部科幻悬疑片《心愿房间》。 男主角胡子哥和女主角漂亮姐是一对恩爱夫妻,两人厌倦了都市的喧闹,于是便搬到了一所乡下大别墅。 在装修房子的时候,胡子哥发现了一道铁门,这道铁门的钥匙孔一看就是某些邪教组织留下的, 但是胡子哥还是没有忍住他的好奇心,他找到铁门钥匙打开了尘封的铁门,铁门一打开,房子就变得诡异起来。 墙上的灯泡不停的闪烁,胡子哥以为是电力系统出了故障,于是便叫来电工上门维修, 但是由于房间的电路系统实在太过复杂,电工意识之间也无可奈何。 临走之前,电工还告诉胡子哥一个大秘密,原来这栋别墅是一栋凶宅,房子的前主人就在房子中被杀害。 还没等胡子哥弄清真相,他却发现这栋房子的神奇之处, 那倒被铁门锁住的房间居然能够让人的愿望变成现实。 他让漂亮姐随便许一个愿,漂亮姐随口收割一千美金,房间竟然真的多出了一千美金。 漂亮姐心想,这哪里够啊,给我来个一百万吧,房间里又出现了一百万。 鬼的房间让漂亮姐有些害怕,但是艺术家胡子哥却让漂亮姐学会享受这一切。 就这样,两人开始了钞票吃着玩算是拿来洗澡的享乐生活。 很快,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无趣,为了让漂亮姐重新打起精神, 胡子哥提议和漂亮姐生个宝宝,但是漂亮姐无法接受这个提议, 因为她之前已经流产过两次,她无法承受再次失败带来的伤害。 胡子哥对于漂亮姐的回答很失望,开着车取斗了一阵风, 回来之后却发现家里居然多了一个宝宝。 胡子哥认为漂亮姐过于疯狂,竟然向房子许愿要个孩子, 她打算许愿让孩子消失,但是看着怀里嗷嗷痛哭的宝宝, 胡子哥的心也软了下来,两人决定继续抚养这个孩子。 鬼的心愿房间让胡子哥有些坐不住了, 他在网上查到了杀害房子前主人的凶手吴明氏, 还去监狱探望了他。 在监狱中,胡子哥询问吴明氏为什么要杀害前房主, 吴明氏没有告诉他答案,只是劝他赶紧搬走。 回家路上胡子哥去加油站加油, 却惊讶地发现从房间里带出来的那些钱都消失了。 回到家,胡子哥又把钱洒了出去, 发现钱很快就变成了灰烬。 樊高化身在房子外头也瞬间腐化, 他这才发现, 许愿得到的东西一旦出了房子就会迅速老化。 这天漂亮姐决定带宝宝出去晒太阳, 刚出去孩子就开始老化。 胡子哥不忍心宝宝就这么死去, 赶紧把宝宝带了进来, 进屋之后,两人发现宝宝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孩。 从此之后,两人再也不敢放他出去。 漂亮姐给孩子取名萧恩, 教他读书写字, 过上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, 这天,胡子哥发现萧恩娟也学会了对着房间许愿, 他们顺着铁门走进去, 发现萧恩娟在里面创造出整片的森林。 胡子哥对萧恩的想象力感到震惊, 他开始禁止萧恩进入心愿房间, 就在两夫妻为萧恩的事情争吵时, 吴明氏却打来电话, 胡子哥向他询问,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许愿出来的东西在房间外不会迅速老化? 吴明氏告诉他, 只要让许愿者死去就行了。 胡子哥这才恍然大悟, 原来吴明氏就是许愿出来的, 吴明氏杀害了他的创造者, 而吴明氏就此获得了自由。 两人的通话被漂亮姐听到, 她赶紧开车逃离了房子, 但是没走出多远, 漂亮姐还是放不下胡子哥和萧恩, 又回到了房子中, 三人又过生了一家三口的生活。 这一天, 萧恩趁夫妻俩还在睡觉的时候跑出了房子, 当俩夫妻听到动静跑下楼时, 却发现萧恩身上伤痕累累, 而且长成了一个大人的模样。 原来萧恩也听到了吴明氏的电话, 她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爱上了漂亮姐, 于是便故意跑出去, 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。 接着萧恩便和胡子哥缠斗在一块, 漂亮姐被不幸误伤, 晕了过去。 等到漂亮姐醒来时, 发现房子里只剩下胡子哥一人, 胡子哥告诉她, 萧恩已经被她杀死扔在屋外了, 之后两人又回归到二人世界, 但是漂亮姐却发现这个胡子哥有点不大对劲, 她的习惯像极了萧恩, 终于胡子哥忍不住想和她亲热, 漂亮姐这个时期才认出来, 这个胡子哥根本就是个冒牌活。 是萧恩向房间许愿变成了胡子哥的模样, 惊慌失措的漂亮姐赶紧逃跑, 但最后还是被萧恩捉到, 惨遭萧恩玷污。 另一篇, 真的胡子哥却在另一间心愿房间中醒来, 发现房间中空空荡荡, 萧恩和漂亮姐都不见了, 铁门的钥匙也不翼而飞, 胡子哥砸开房间, 这才发现萧恩居然在心愿房间里, 创造了一大片森林和同样的房子, 胡子哥赶紧来到房子拯救漂亮姐, 正当她找到漂亮姐准备带她逃走时, 另一个胡子哥出现了, 真胡子哥集中生智喊出妻子的昵称, 认出了真假的漂亮姐一把将假胡子哥推下了楼梯, 之后两人选出两个假的胡子哥漂亮姐缠住萧恩, 而真实的他们就此逃了出去, 萧恩在后头紧追不舍, 三人再次来到了真实的别墅, 胡子哥用计和萧恩一起摔到了屋子外头, 漂亮姐在里头关上大门, 很快萧恩就变成了一个老头, 最后化为一团灰烬。 影片结尾, 胡子哥和漂亮姐离开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, 但是当他拿起手中的烟运棒时, 却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, 墙角的电灯又开始诡异的闪烁, 这是萧恩的孩子吗? 他们是离开了心愿房间, 还是重新在心愿房间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世界? 这个答案还有待大家自己给出。 好啦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,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哦! 请不吝点赞关注评哦!